潜艇一直是军民们非常关注的焦点,但潜艇作为国之重器是从不轻易使人的,尤其是我国的潜艇部队历来被视为战略打击力量的核心,更是以神秘著称。 作为普通军民来讲,我们是不能与核潜艇来一次亲密接触的,但近来就有一条新型潜艇的消息,让广大军民们热血沸腾。 在4月中旬,我国江南造船集团公开了一段施工的视频,期间亮相了一艘中国研发的新式无头核潜艇,十分的引人关注。 从外观上看,这艘潜艇为水滴型设计,外观十分精炼,然而与之前所有的亮相潜艇相比,这艘潜艇最大的特点还是无头的舰体设计。 其实就是将高大的潜艇指挥塔全部拆除,只是在潜艇指挥塔的位置留下了一个很小的弧形凸起,给人已去大的神秘感。 其实无头潜艇倒也不是什么新奇的设计思路。 自冷战一史,美苏也考虑过减掉潜艇的指挥塔,来减小潜艇在潜艇过程中的阻力,并付出了实践,做了大量的技术论试验。 前苏联海军提出了673型试验核潜艇的设计方案。 按照设计,673型核潜艇采用全钛合金的挺身,155兆瓦的液态金属冷却反应堆,输出功率达4万马力。 虽然673型潜艇水下排水量达到2200吨,全长66米,但由于完全取消了指挥塔,使得637潜艇的水下最大速度高达40节,即使是巡航速度也有25节。 极限深度更是可达到1300米,其他武器配置与常规潜艇无异,可谓一应俱全。 这已经使得637潜艇具备了极高的战略打击价值,成为对付航母的绝佳力气。 被前苏联视为一种水下截击机,以突击敌方的重要保护目标。 但由于设计太过先进,673型很多技术以当时的储备无法实现,所以该潜艇只留下了设计图纸。 但随着近年来材料技术的快速进步,使得这种设想再度成为可能, 俄军已经开始逐步应用在了著名的705型阿尔法级攻击核潜艇上。 中国这次亮相的这款无头潜艇,直接彻底地将指挥塔撤掉。 从外形上看,因为1000吨级潜艇,由此可见其速度有多快, 并且极有可能采用锂电池推进技术,在增加速度的基础之上再减小噪音。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锂生产国,同时也是锂电池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, 开发一款全电潜艇是完全有可能的。 外军专家也分析,这艘小型潜艇是水下无人潜航器, 那么将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巨型鱼雷, 这个体量从水下千米的距离垂直向上打击航母, 一艘就能让航母彻底瘫痪了,毕竟是1000吨的体量。 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的水下潜航设备也是最先进的, 蛟龙潜航器能达到水下7000米的潜航深度, 综上所述,即使是美军的航母也不敢轻易靠近,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